開始啦 哈囉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這一台車 車主說有看過經理的直播 而且經常觀看 所以車主的話跟我們預訂了不少東西 這一台是三代的混動馬山 是四門的車款 那這台有四門五門都有 可是底盤懸吊的話 都是一樣都有共用 那今天的這款車 除了安裝KT的道路板之外 那車主的話因為有降低的需求 所以後走的話 Camper會比較趴容易吃胎 所以後面的話也有安裝 仰角調整器 是Summit的產品 那前面的話 也有改裝了KT的大六 大六加上三五六的規格 因為這台車原廠就配置了18吋的鋁圈 所以車主的話是選擇大六 加上三五六 雙片式的 等於可以把18吋的鋁圈 整個可以塞到滿的程度 那這一台車的底盤 還是日系車 所以它本來的懸吊系統 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像這個多連桿的懸吊 如果這台車我們不說歐系車 假設是Elantra AD Sport 它後手的阻尼值就會比這個硬很多 所以日系車的 Mazda Tota這些車系 它的阻尼其實都坐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在降低還有統升阻尼加強 跟彈簧的公斤數拉高之後 它整體的操控性就會好很多 但這台車其實我們的 配置的彈簧公斤數也沒有配置的特別高 前面的話配置7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5公斤的規格 都是給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改了仰角調整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後手的一個角度 Camper會變趴 所以需要再建議 如果降低的話 就建議要裝仰角調整器 我們來做一個假設好了 如果這個後輪的話 原本後輪的角度是像這樣子 這個的話 本來Camper是稍微比較斜 然後降低之後 這個Camper的角度就會變得比較趴 就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這邊就磨化的比較快 所以會建議 那如果這台車 甚至是我們過幾天要安裝的 RAV4的系列 TNGA的底盤 都是需要用這個仰角調整器的 那如果是經理比較開的 VH的車系 像MQB底盤的話 它的Camper跟頭印的話 都是能獨立調整的 就不需要 不太需要改裝 除非啦 降低的幅度特別特別大 那或者是說 在做海拉風 需要特別特別的角度 才需要改裝 那這台車如果做基本改裝的話 都會建議 一併來加裝仰角調整器 那在裝避震器的時候 一起來做改裝的話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定位的費用可以省下一次 不然安裝避震器定一次位 然後改了仰角調整器 又要花一次費用 那有點浪費了 好 那這個是仰角調整器的介紹 後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輪胎也不錯 這個是GOOTER E F1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輪的一個安裝好的狀況 後面的話 剛剛提到的仰角調整器 就是這一支 它原廠的是沒有辦法調整的 變成這裡的話 可以調整這兩個點的距離 所以變成CAMBER的話 就能調整 那這一台的底盤 還有CX5、CX9的話都一樣 這個仰角調整器 其實不太好拆裝 在這一邊的固定螺絲很好拆裝 可是裡面 它要把它的後端 往下挪之後 螺絲才有辦法抽出來 所以這一台的 後仰角調整器的安裝 會稍微比較耗時一點點 那統身的話 在這個地方 這台車前面跟後面 KT都有附上座 上座是在這裡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 就是在調整主名用的 往順時針的話 往逆時針是變軟 這台車 KT的話 再順便做個廣告好了 KT 這台車都有 氣壓式的避震器 可以讓帥度更提升 而且我們從9月1號 現在是2020年的9月3號 從這個月的9月1號開始 有做100組 100組的氣壓式避震器特價 只有100組而已 我們賣了3天 目前剩下大概80還82套 光3天的話就賣掉大概15到18套 像現在現場還是有車友 這個是Atavia的車友 是小團購來支付定金 所以如果有在觀看直播 而且對氣壓式避震器的車友 有興趣的話 千千萬萬一定要把握 我保證這個是目前台灣市場的最低價 其實KT做這一波的促銷 說什麼沒什麼賺錢 電車的話也不太願意幫我們銷售 因為利潤實在太薄了 所以我們預計只有做100套而已 那如果這100套一定會打擊到 譬如說代工的一個氣壓的市場 或者是自創品牌的一個氣壓市場 一定會打到 但是KT的話最主要是要把氣壓 KT做的一個氣壓式避震器推廣出來 因為氣壓式避震器 通常車主會說好看 然後乘坐感的話 不好做或者是根本都沒有辦法 跑三路或者甚至是下賽道 可是KT的一個氣壓式避震器 經理自己也是做KT的一個氣壓式避震器 然後下利寶的賽事 成績的話也還可以 所以氣壓式避震器 不是不能激烈操控 是懂不懂氣囊跟鼠尼要怎麼匹配 但這個是KT比較在行的 所以如果車友們 原先是裝氣壓的其他品牌也沒關係 都很歡迎來試乘 或者是說這樣的價格 吸引到有看直播的車友們 千千萬萬一定要把握 因為我們只有做100套而已 而且這個系統有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譬如說我們賣的價格太低了 會被廠商所抵制 就有可能會停售 所以千千萬萬一定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好那我們再來回歸到這個道路版的避震器 這個後方的彈簧 是配下方的下進 是做得很大 這樣合這個下直幣的 並不是通用型的彈簧 再來做轉接座的形式 全部都是專用的規格 包含這個調整機構 車高的調整機構叫Hilo Key 這個Hilo Key放在上面 上面所合的一個橡皮基座 也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所以這台車全部都是做專車專用的規格 還蠻用心的 所以當然啦 這樣的規格 所營造出來的乘坐感 一定是比較理想的 好 那這台車還有一個小重點 如果經常有看機體直播的話 這段可以略過 這台車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那在安裝上的重點就只有一個 我們不要把這個桶聲說得太短了 因為這個桶聲說得太短 這個直幣就有可能會把彈簧預載過多 那低速的時候遇到坑洞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彈簧在作動的時候會造成桶聲的拉扯 會有其他不必要的異音 也會造成桶聲壽面的縮短 所以後方一個重點 這個彈簧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但不要預載過多 到底什麼叫過多 這條彈簧的長度是22公分 那我們預壓說大概3-5mm左右就可以了 這個是後面的介紹 換來前面 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彈簧是配置200長7公斤的彈簧 這條彈簧它不是直捲式的 它是一個燈籠狀的規格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它的燈籠狀的形式 在上下作動 它彈簧一樣有形成 這一個彈簧形式的形成 會比直捲式的彈簧的形成 還要多出35%左右 所以也會表現上會更全面性 那這裡的話是離載串固定點 還有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包含ABS感應線有兩個固定扣具 也都是符合原廠的規範 那上座的部分 在引擎室打開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上座 KT的話也有附上座 在上座中間有一顆KT的LOGO 這顆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 往順時針的話變硬 往逆時針是變軟 那左邊跟右邊 兩邊一定要對稱 這是避震器的部分 避震器的話介紹的比較多了 因為這台車的車友 在我們的中區的經銷 跟北區的經銷 都非常非常的捧場 反倒是在我們工廠裡面 裝的比較少 有時候有同行車的話 我們就會請 鄰近對這個車系 也很熟悉的店家 像毯子的千銳汽車 對Mazda的車系 就非常非常的了解 我們也非常推崇 到那邊去做改裝 好 那至於這個前面煞車的部分 通常車友會詢問說 比較不了解的話 會詢問 那我這個卡鉗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規格 如果是17吋的話 17吋的鋁圈 那17吋能夠搭配到最大的盤徑 是32.5公分 那如果是像這個是18吋的 大概就能夠配到356 就可以把鋁圈的內徑的話把它塞滿 那這個是大六的規格 所以它是對向六活塞 那這個是雙片式的碟盤 雙片式的碟盤 但是原廠鋁圈的ET值比較大 所以這裡的距離不太夠 所以它今天車友的話 需要訂了15mm左右的Spacer 能夠閃過這個原廠的鋁圈 那這個Spacer 也有很多的車友會詢問說 那這樣轉接的形式呢 是不是夠安全 像是在馬力有時候做到500p 800p左右的甩尾車輛 或者是說 有的車是在賽事上的一個設定 其實這個Spacer 變的厚度啊 都遠比這個15mm還要大很多 那像那麼馬力那麼大 那麼激烈的操控 甚至是拉力比賽 也有類似這樣的把軸距電寬的方式 都沒有問題的 那試想我們在一般的一個 倒入行鋁的話 哪有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像這樣電寬的方式啊 這個已經跟 經理大概15年前 20年前那時候 只有加長螺絲電寬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方式啊 電寬器是藉由這個 轉接座的形式 我們再把五顆螺絲 再轉接出來 原來的螺絲孔 是固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轉接出來之後 再鎖附鋁圈 所以它的強度的話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是 是多貨塞的部分 那安裝完多貨塞之後 還有一個重點 有問題 來來來 有什麼問題呢 他說那個Torota Wish二代一套多少 一套 車友應該是詢問避震器 對吧 Wish的二代日系車 日系車的避震器 道路版的話是兩萬六 那經濟版的話是兩萬九 那如果是詢問的是 氣壓式避震器 一定要特別特別把握囉 這個只有六萬八 只有做一百套而已 比如說四代馬三安裝後 如果降到一直一直 會不會很跳 好 四代的馬三 這個是三代的喔 四代的馬三 後面的懸吊系統 已經改成拖一臂了 所以四代的馬三 我們先講另外一個問題 四代馬三 如果降低的幅度很大的話 需不需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後方是拖一臂的話 仰角調整器沒得改 它原來就沒有了 那 車友詢問的問題是說 當你降幅比較大的時候 會不會很跳 好 這個問題很不錯 KT的設計 我們先舉前面的例子來說好了 前面的話 它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如果啦 KT的設計 是靠壓縮彈簧 需要讓車高變高 那鐵釘會因為車高比較高 會覺得比較跳 比較墊一點點 但這個的話 都是靠統身可調 如果要調車高的時候 是靠這個角座的長短度 去改變 所以這個彈簧的預載 是完全沒有動 所以調高跟調低 開起來的感覺是一樣的 那至於後方的話 車高的調整 是在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 我如果把調整機構拉長的話 它的整理長度 加上彈簧的整理長度變長 側高就變高 所以 只要啦 調整好 調高跟調低 開起來的感覺 是一樣的 沒問題了齁 沒了 好 那這個 安裝完煞車最後還有一個動作 第一個 需要把裡面殘留的 這個金屬油管裡面殘留的空氣 需要排乾淨之後 才不會造成有煞車異常的狀況 所以這個 最後面還需要一個 排出管路裡面的空氣 那至於這個磨合的話 一剛開始裝的時候 其實它的自動力道 沒有那麼的好 可是 再怎麼不好 也還是比原廠好 那磨合開來之後一定會更好 像這個碟盤 其實它有交叉的紋路 這個就是我們在加工之後 最後一道工序 讓它研磨時候的一個痕跡 那如果把這個交叉的紋路 磨到都已經覆蓋掉了之後 它變成一個同心圓的一個紋路的話 那代表已經磨合完成了 那到時候的力度的話 就會好很多了齁 好 以上是今天這個混凍三代馬三 安裝KT道路板 還有煞車 還有Spacer跟後方的仰角調整器的分享 那如果啦 所以我們有其他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